父母应该如何教导儿女,古人说教字要在年少,但现在这个时代,计算机非常普遍,家家都有,小学生已经利用计算机做功课,而计算机网络的内容非常复杂,做父母在这方面要特别关心,以免儿女小小年纪心灵就被污染,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 所以,最近有些父母告诉我,儿女不听话,做老师的说学生不听话,原因何在?都是电视看多了,网络接触多了,他们懂得的知识超过父母,老师,你说一句,他会说十句。 虽然他们懂得很多,看得很多,听得很多,但是没有智慧去判断是非,厉害。这个社会有善良的一面,也有阴暗的一面。 不但儿童不会辨别,成年人有时也难以辨别,尤其现在社会是民主自由开放,丝毫约束都不行。 譬如,美国是儿童的天堂,在美国管教儿女相当不容易,你要是骂他打他,他可以到警察局去告父母虐待儿童,父母还要吃官司。 有时小孩不告,邻居会告,邻居看到你管教太严格,就打电话给警察局,告你虐待儿童,麻烦大了。 这与中国社会不同,因此,在美国一定要心平气和跟小孩讲理,开辩论会,必须让他心服口服,让他知道一切是为他好。 现今子女背叛父母,学生背叛老师,到处可见,这种被师叛道,七师灭祖,都是阿比地狱的罪业。 我们不必跟小孩说果报之事,因为他不会相信,你要讲他能理解的。 这当中最重要的,父母跟老师要以身作则,因为在子女心目中,父母是他的榜样,在学生心目中,老师是他榜样,所以一定要做个好样子给他看。 你要教小,你必须自己孝顺父母,你要教静,你必须自己近视师长,你教孝静,自己没做到,他不会相信你。 因此,今天做父母做老师,教导儿女,教导学生,如果你讲不出道理,他觉得他比你还高明,他就看不起你。 现在只有将儿女学生当作朋友看待,大家坐下来平心静气商量,他将所看到所听到的提出来,你再把是非善恶厉害细细为他分析。 他听懂之后,对父母老师才会佩服,才会接受指导去做。 所以,爱护儿女,培养学生,要懂得这个道理。 南谋阿弥陀佛